内讧升级,2015年撞远距1.8亿顶心,逼球队送走,22加5加5全明星一转眼,NBA新赛季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开战了,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,各队都在几罗密谷的招兵买马,以及续约球队主力,但有一支球队,他们时至今日还没有解决内讧问题,球队两位头号球星都没有完成续约, 这支可怜的球队就是明尼苏达森里狼队,去年休赛期,狼队通过交易,得到了东部全明星吉米巴特勒,组建出巴特勒,唐斯和威金斯的三巨头组合,但仅仅一年时间,这个组合就走到了尽头,三人之间的矛盾早已不是什么新闻,在二十多天之前,巴特勒甚至公开在网上嘲讽唐斯和威金斯,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, 巴特勒在IG上发布了一张图片,并在配文中写道,领袖的职责之一就是给迷失方向的人指出前进的道路,而我身后的这群白痴,看起来都已经迷失了,随后球迷评论, 所以,你该为唐斯和威金斯指明道路,而不是抱怨他们,巴特勒回复道,我才不会为了狗事抱怨,我是成年人,既然你有答案,那你就去告诉他们,值得一提的是,在此之前巴特勒刚刚拒绝森林郎,开出的四年1.1亿美元的续约合同,能够看出, 巴特勒已经不愿意和唐斯和威金斯联手了,但他目前还有两年差不多4000万美元的合同,最快也要在2019年修赛期才能,成为自由球员,巴特勒去约被果之后,森林郎转头开始约谈唐斯, 这位2015年的壮远郎是联盟未来的超级巨星,他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均打出场均20加10的表现,上赛季他还入选全明星和最佳阵容三阵,是新生代的超级内线之一,根据规定,唐斯又资格在今下得到一份5年1.89亿美元的超级续约合同,条件是他需要在新赛季入选最佳阵容或者当选MVP, 以他目前的表现来看,唐斯又能力触发这条标准,不过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,唐斯都没有和森林郎完成续约,原因不说自明,在巴特勒没有离队的情况下,唐斯只能利用这种手段,向球队施压,迫使球队送走巴特勒,当然,也不排除唐斯也想离开森林郎的可能,如果在10月份之前,森林郎还搞不定唐斯的话, 那么后者就将在名下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,这会给森林郎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,刚刚结束连续13年无缘季后赛的尴尬,本以为森林郎会在三巨头的带领下,逐渐走向正轨,成为西部的近旅,但谁能想到,仅仅一个赛季球队三巨头就面临解体的危险, 球队老板格伦泰勒甚至不惜拿出3亿美元来安普两位巨头,可依然于事无补,一边市场均21.3分,12.3个篮板,2.4次助攻和1.4次盖茂的潜力内线,另一边市场均22.2分,5.3个篮板,4.94助攻和2.04强短的成熟领袖,森林郎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,会如何操作,如何取舍呢?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